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 我们今天谈一下什么呢 2024海洋大浩劫 超级恐怖的大量死亡 这是大地震的前兆 好 我想在农历的三月就要到来 四月份我们要特别小心 我是林海洋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这频道里面有很多的全球国际政经局势 经济议题 还有时事的分析 关键及时 还有天灾人祸的命理大预言 希望你们会喜欢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日本街有这种现象 近日日本北海道小尊市 有大量沙丁鱼尸体被冲上岸 遍布在长达七公里的海岸上 鱼尸已经开始腐烂 当局紧急呼吁人们不要接触沙丁鱼 虽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去年 2023年北海道也曾发生过类似案件 调查后发现死因是水中含氧量过低 好 我想最重要的日本到河沸水 好 这到河沸水是不是也是呢 大量沙丁鱼死亡的一个状况 还是最近日本也发生 1月1号就发生大地震 又发生第二起大地震 所以它的大地震这么多 也可能是海底的火山爆发 我们看到鹿尔岛旁边 居然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 从海底升上来 也可能是海底大地震影响的 那会影响到陆地的大地震吗 这都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 集体翻白路 近日台湾也传出类似案件 3月25日在台中市大理区 头背坑溪的丽人桥附近河段 也出现了数量难以估算的 大量鱼丝浮上水面 吓死人 你看到没有 成群 尸体中鱼眼凸起 眼睛凸出来 然后嘴巴张开着 台中市议员将荷树因此 怀疑有工厂托牌废水 如果是托牌废水 要重罚吧 这很可怕 你知道它会危害到鱼群 就会危害到我们人们 人类 来 接下来 好 这位涵养量不足吗 你觉得呢 我不认为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 近日无语 再加上现场水中有大量的布袋链 搭配水中的藻类 水生植物夜间行呼吸作用 会让水中溶氧量会降低 水中溶氧量仅有0.3mgL 远低于鱼类生存所需的2mgL 再加上筛减水池的结果 排除附近工厂托牌废水的可能 水没有什么问题 那 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吗 含氧量不够 也是其中之一 那真的是 今年呢 我要告诉各位 西方是五黄煞胃 那台中的算 台湾的西边 那也是五黄煞胃 这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了 我们台湾最近也发生 很多五点几级的大地震了 来 我们来继续看 塑胶垃圾 那个塑胶垃圾真的太令人痛恨 近年来海洋垃圾问题严重 造成海洋动物浩劫 死去的海龟 海豚 鲸鱼 肚子里 是满满的垃圾带塑胶垃圾 人类真是无良 真的可恶到自己 反正你害死的这些鱼 这个有因果的 你吃下的鱼里面都是垃圾 那就是什么 垃圾分子 那就是什么 塑胶粒的分子 都在你的肚子里面 危害自己 绝对不是危害鱼类而已 好 许多海龟的鼻子呢 紧紧插入膝盖 拔出来的时候只能够痛苦哀嚎 世界我们就是一堆人 是这么无良 可恶自己 真的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所以我要呼吁大家 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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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一切的生物 动物 不要去海边玩 然后呢 将你水手的 喝的饮料瓶瓶瓶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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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吃了多少塑化类的东西吗 那当然人类就会跟着 像他们一样死亡 接下来呢 来看到了没有 我的天啊 这是海龟吧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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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肚子全部都是 这海鸭吧 这个海鸭吧 我天啊 垃圾 然后海龟你看 全部被网住了你看 啊 然后你看 哇 这什么 哎呦 我的天啊 塑胶管啊 哎呦 它掉眼泪了吧 哎呦 拉不出来啊 看到没有 可怜啊 你看到没有 你看它痛苦痛苦 你看掉 掉 它掉眼泪啦 你看 我的天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流血啦 塑胶管子 太凄惨了吧 它的鼻孔里面 哎呦 你看流血成这样子 你看 这人类有多可恶 谁造成的 动物的灭绝 人类就会灭绝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一个因果循环 真的是因果循环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害死 就渐渐在抹香精 竟然发现了 如此大量的鱼网跟塑胶带 抹香精 难逃死 难逃死 大家看到了吗 海洋的浩劫 不是我这个灵海洋 我要再重申呼吁大家 爱惜这个地球 你生活在地球上面 你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么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他们世世代代可能都在这个世界上 都在这个地球上 如果地球没有毁灭之前 人类先毁灭了自己 太可怕 来接下来 好 减少近一半 海洋占地球面积相当大 30%是海洋 那地球的陆地占70% 包括山 包括陆地 也孕育了许多海洋生物 然后世界自然基金会 最新报告显示 过去40年来海洋环境严重的恶化 加上人类过度的捕捞 海洋生物数量 已经大幅减少了将近一半 人类未来势必吃土 吃土 懂了吗 来接下来 好 海水温度升高 海洋酸化 环境恶化 让栖息地丧失 这些生物没有地方栖息 海草在过去一世纪大减30% 红树林也在1980到2005年间 因为人类侵占 而消失的近20%的覆盖面积 海洋生物有四分之一 是栖息在珊瑚礁附近 现在珊瑚礁不是红珊瑚 不是阿卡红珊瑚 是白色珊瑚礁 有些是变成灰色的 很可怕 我告诉各位 那你知道吗 珊瑚礁有多少的鱼类 都在靠着珊瑚礁生活着 一旦他们死亡的时候 这些鱼类就跟着死亡 像这种情况 人类还不知道反攻自行吗 有四分之三的珊瑚礁 处在危险状态 很有可能因为海洋酸化而灭亡 看到了没有这些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消失 使得海洋生物难以生存而建设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是保护海洋的 不是保护我 是真正的大海 哪一个国家 帛琉 就帛琉的海是非常漂亮的 我曾经到帛琉去 肤浅 就是沉到海底下去 我的教练呢 跟着我下去 我问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肤浅的地方是这么漂亮过的 我在泰国 把他养 我都肤浅过 但是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现在要我肤浅我也敢 只是呢可能缺少运动 加强运动 你看看哦 只有帛琉 他们的国家是保护海洋的 没有一个国家像帛琉保护的这么好 他们会重罚 如果你敢丢垃圾到海洋要重罚 我们的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要再讲我们的政府了 对不起 我们政府自己也看着反正 反正 台湾是靠着一个 四面黄海的大海来生活的岛屿 我们是一个靠海生活的国家 政府不需要关注吗 不需要重视吗 你们不需要关注跟重视吗 希望你们将我的影片 我们一起爱这个地球 我们一起爱这个大海 我们一起爱这个大海 产到死为止 真的 看到没有 我们生产的塑料永远不会被分解 不会被分解 五万年 五万年 拯救我们的未来吧 看到没有 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 看到这样真的令人痛恨自己 怒海控塑 塑类产品太多了 要减少塑类产品 你们喝的水杯 请用水杯 好不好 可以再重复使用的水杯 一个水杯可以用很久 你不要再去买那个 瓶瓶罐罐的塑化裂的东西 太可怕了 真的 你不爱地球 地球不会爱你们的 也不会爱我们的 地球会反噬我们 这些呢 鱼类 这些动物 一旦灭绝的时候 渐渐灭绝 现在只剩下 你知道 扑杀了一半 你就想想看 这个掠夺海洋的一个 资源这么多的人类 将来势必要受到因果暴力 接下来 过度捕捞 除此之外 人类过度捕捞 也是造成海洋生物数量 大减的重要原因 人类餐桌常见的鱼类 大幅减少 比如鲍鱼 鲸鱼 数量变减少了74%了 你不要嫌它贵 因为它没有了 你要说它很贵很贵 对不起 会更贵 根本吃不到 你有钱都买不到 你以为呢 74%没有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真的看到这海洋 这样子 我真的很愤慨 我以前 我们在福人社 是经常都是去淨滩 看那个淨滩 那个整个海滩真的吓死 真的吓死 你不爱护这个地球 地球不会爱你 也不会爱我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亚洲国家民众爱吃的海参在 加拉巴哥群岛跟红海海域的数量 更在几年年分别 瑞减了98%跟94% 海参剩下6% 然后呢 加拉巴哥群岛剩下2% 没有啦 你还想吃海参 抱歉 没有 它们会大量的秘诀 一旦呢 这个食物链呢 供应链 食物链呢 出现了一些危机的时候呢 也是人类开始要毁灭的时候 接下来呢 经济衰退 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呢 南博提名表示呢 海洋生态系统的崩溃呢 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 更会破坏多年来人类致力于消除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的问题 好 它强调呢 要确保未来世代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呢 有待呢 深切的改变 每一个人要从自己做起 你们去海边玩乐的时候 请你们把塑化类带回去 尽量用水瓶好不好 全球 在减碳 全球减碳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连海洋都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来得及吗 来不及 人类的贪婪 人类的可恶 真的造成了人类自己自取命 接下来 守护海洋生物 禁用塑胶吸管并不是不可能 而是政府愿不愿意坚持 甚至根本不会造成我们的不方便 事实上呢 目前市面上已有竹字 子字及其他的字品 可以用竹子来做 它很快就会混化掉 用再生子来做 也非常方便 可由生物化解的材质 做成的纤维质也非常好 只要政府愿意全面禁用 就能让这些产业更蓬勃发展 生产出价格更低廉的相关替代品 不是吗 我们要爱地球 政府要有作为吧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作为 不光是台湾哦 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有作为的时候呢 我相信世界是可以拯救这些海洋的生物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现在每天吵得沸沸扬扬的一大堆的问题 包括食安安全 包括人身安全 掠夺强劲 诈骗 横行 这个世界在毁灭之前 会让人类先崩狂 人类一旦崩狂以后 世界就开始毁灭 就像战争 来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真的 否则人类不会觉悟的 接下来 大地震前兆 在地震前呢 鱼类可能会表现出呢 迁移翻腾 跳跃 飘湖 翻肚 打旋 昏迷不动 等异常的行为 甚至鱼缸里的鱼生拼命往外跳 他们一直会往外跳 这些具体例子呢 凸显动物在大地震前兆 可能展现出的异常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作为地震前兆的一部分 提醒人们警惕可能的大地震的发生 农历三月是天机化季月 我想呢 日本亚洲国家 美国的黄石公园 日本的路尔岛 冰岛 欧洲的冰岛 还有土耳其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大地震 我们的国家 菲律宾 印尼 印尼曾经发生过9点一级 席卷了将近30万人生命的大海啸 911的大地震 至今大家 还是呢 记忆游行 我想呢 这可能就是大地震的前兆 今年的太阳化季加上天机化季 武皇上在正西方 台湾的西边要小心 它不一定是大地震 但是呢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而且呢 会可能 有一些致命的 这些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的东部海岸 要特别注意 日本现在呢 它不是海沟型地震而已哦 不只是海沟型地震 现在呢 日本的地震都非常是大 惊悚万分 现在东京都呢 已经发出警讯 来接下来 马路大军 一名登山山友呢 在2月28日登山的时候 看到巨量马路爬满整棵大树 就连地面也都是 令人毛骨鼠然 事实上呢 2月9日下午1点26分 嘉义泰宝斯发生规模4.9的地震 马路啊 4.9它全部跑出来啊 不用到七级啊 那到七级什么 鱼跳出来啦 然后呢 蚯蚓通通跑出来啦 然后呢 接着下来还有一大堆一大堆的 那些蚂蚁啊 熊兵啊什么都 还有鸟啊 会在天空乱飞啊 这样大家知道吗 那些动物比人更灵敏 正央在嘉义县太保市看到没有 在马路就是在哪里 嘉义 嘉义 随后1.47分再发生规模3.6的地震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些都是炸地震的警讯 来接下来 好 鸟类盘旋在上空 我刚才讲过了哈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 一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10分呢 发生规模7.6的强盾 1月1日 今年2020年的1月1日 能登半岛我做了一篇节目 我说大地震可能发生在这里 我写的是星系旁边 星系那附近 结果星系就是能登就是在星系旁边 日本沿海 来 那个节目呢 是我去年 还没有发生大地震之前就做的 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真的要小心 日本沿海岸和朝鲜半岛东侧沿岸 街由海啸发生哦 当地民众分享影片呢 在地震发生两天前出现大量乌鸦盘旋天空 整个乌鸦黑漆漆的一片 仿佛是地震的前兆 没有错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乌鸦出现不是好兆 我记得呢 有一年呢 也是中国大陆的天空 突然间出现了很多很多乌鸦 隔了一两天以后呢 就大地震发生 所以呢 鸟内的迁徙以及呢 它们惊悚的程度呢 鸟不是在空中吗 它为什么感受的到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它们会听到地鸣的声音 这些动物都会听到地鸣的声音 因为地在震动之前 它有一个会发出那地鸣的声音 好像狮猴一样的声音 只是人类没有那么多的敏感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汽车在走动 我们有火车在走动 我们有高铁在运输 还有大卡车在所有地方 这样子跑来跑去 所以呢 还有模特车大军呢 这样子呼啸而过 想想看 我们就听不到 有原因除非在半夜 除非在半夜 接下来 看到没有 一群哦 哇 看到没有 这群两天后就发生能登 能登半岛的大地震 看到没有 小孩惊叫声连连 你看 那是几十万只啊 可能百万只都有啊 一大群一大群 来接下来 看到没有 听到乌鸦叫的声音 有没有 整个天空是灰的 暗的 然后呢 乌鸦呢 黑鸭鸭的一 在能登半岛附近 整个乌鸦群 在发生大地震之前 请各位 你们一定要 这是晚上的时间 已经都灯亮了 你们一定要将影片分享给你 所有的日本的朋友 亲戚朋友 或者分享给你的所有的亲戚朋友 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 就是大地震的前障 来接下来 好 所以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像大量的鱼的死亡 海岸边 绵延七公里 现在呢 我要预言一下 国立四月份 国立四月份呢 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那么 国立四月份呢 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呢 在哪里 我们在另外做节目 我大概讲一下 国立四月一号开始呢 不对 农历三月的话呢 是四月九号开始 那四月九号开始呢 好 我要告诉大家的 可能是九号十号那两天 就是四月那两天 那么后面的日子呢 我们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好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思考一下 怎么样爱这个地球 怎么样爱我们的所有的大海跟海洋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防备这些 可能让人类走向魅诀的一个情况的 一个状况 爱惜 谨慎地使用你的所有的器具吧 好 喝水 可以用水杯 一个水杯 可以用很久很多米 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 按下小铃铛 一定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海洋老师的LINEET在这边 小老鼠A小A 2736300 我的LINEET里面你们可以加入 那我的Facebook的脸书呢 林海洋开运粉丝团 你们也可以搜寻加入 这是用微信 海外的朋友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SKJEMOI800 我最近开了课程 林海洋皇家命理学院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加到我林海洋皇家命理学院 学习第二专堂也是很不错的 那等到高级班的时候 我会面对面的教课 谢谢你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